这是一家台湾省的街头美食店 每天都会制作大型的菠萝包 那么菠萝包里真的有菠萝吗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菠萝包是如何制作的 工人正在切割胡萝卜 刺耳的声音是一台榨汁机在工作 大量的橘黄色的液体从机器内流出 这些胡萝卜全部被鲜榨成汁 搅拌机里倒入大量的白糖 接着一袋几十斤的面粉也全袋子的倒入 挖上两大勺子的淀粉 这个工人再磕鸡蛋一点一个速度马力 几十个的鸡蛋很快可好 全部倒入刚才的搅拌机内 倒入适当的清水 盖上盖子开始搅拌 搅拌的过程中倒入一定的冰块 给面团降温 顺便倒入两大勺子的胡萝卜汁 工人准备温度计测量温度 感觉差不多可以下手了 他用刀子割出一定的花纹 在表皮撒上一定的淀粉 面团搅拌完成 面团被分块取出 全部平摊在案板上休息 工人开始用秤托 将面团切割成等量大小的剂子 有一个工人 专门负责将剂子揉圆 他的手法很快 简单一推 就是一个正圆的面团 搅拌机内有大量的奶油奶酪 用搅拌机高速打发 中间过程加入适当的奶油增香 在案板上过筛淀粉 将打发好的奶油奶酪取出 混合面粉形成新的馅料 不加任何的多余材料 就是原味 这边淀粉混合奶油奶酪 加入大量的可可粉以及白砂糖 混合出的就是巧克力口味 一样翻拌的手法 不出几分钟 巧克力的外馅也制作完毕 工人手法宛如一刀流 几乎没眨眼 几个剂子就切割出来 用称凉器调整分量 均匀放在盘子里备用 最后开始菠萝包的制作了 别眨眼睛 外馅按压成饼 放入黄色面团 轻轻按压中间 包入奶油奶酪的馅料 轻轻收口 一个菠萝包的雏形出现 用刀子在上面切割划痕 刷一层很薄的蛋黄液 原味菠萝包就做好了 其他口味也是这样制作 进入烤炉不久 超大的菠萝包就做好了 切开内馅丝滑流动而出